我想现在求证一个事实 这个现在是不是开业了 现在有疫情 疫情过后会开业 就没开了 对 疫情过后会开 因为他们前日有人传 说这关门了 所以我们才过了 这个不是说用传说关门了 或者怎么着 那现在有疫情 它不能开 它怎么开 现在怎么没开 对 现在没开 但是疫情过后还要开 咱们该开还开 这北京前门流浪根大舞台 是暂时歇业还是永久关门了呢 大家好 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 今天与天堂马哥 来到了北京前门的流浪根大舞台 正好遇见了这里的一个工作人员 刚才说的这一句话 这个关门和歇业是两个概念 咱们具体听听天堂马哥 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马哥好 哎 邹建成 今天咱们来到流浪根大舞台了 真是 这得听听马哥说说流浪根 真是 你这带我是满处溜 多人说这流浪根大舞台了 你现在别老说人流浪根这大舞台 说他的好 对 是吧 别老说人什么 流浪根繁荣了北京的文化 给这个来北京玩的人 给这些高官贵人 带来了多大的欢乐呀 真是 是不是 来到这以后啊 你要住得近 我没进去过 没进去过 他票价太贵 对 你知道吗 是不是 上千的上百的都带八字 没错 很吉祥 我们那附近的这老百姓呢 就是有时候他在演出之前 有一有一段热厂 在外的带着谷歌带什么的 蹦跳跳的 看会儿那个 看个半个小时 他到点了 他就进去了 他就进去了 哦 里边才有正式演出 哦 每天也有节目单 他那个社会处节目单 今天谁来 对 但是后来开始的时候 你看他标准这些 本山的这这些大同地什么的 咱们喜欢的 这宋小宝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这小沈阳啊 都不轻易来这 一般不来 哎 还有那大胖子 嗯 还有那个那个就是他有有名的 特别有名的 像这点都不来 哦 你知道吗 嗯 只要来的那些那些的 都是也就够上二线的演员 哦 你知道吗 但是演员也是唱二人传的 没错 你知道吗 嗯 在这里头跳一阵 后来紧接着这一阵 就是 尤其这个反腐败 以后他票价很贵 啊 没有一个真正的式子 我认为啊 这是马哥认为 老百姓 没事 今天高兴礼拜六 这有演出 最便宜的三百八 对 没事 三口啊 买这三百八 三人 就一千多 没错 听当二人传去 而且二人传说一白话 就是这些年 赵本山没 呃 本身不是什么没吗 嗯 把这二人传弄得挺热乎 春晚给弄的 春晚给弄的 哎 哎 哎 在春晚上唱响了以后 本身传媒 也开发的好 哎 全国各地开这个楼楼大舞台 所以他也在北京一个黄金地段 啊 这是一个原来过去是个庙 嗯 啊 是个庙 是个戏楼啊 反正 会馆 是个会馆嘛 对 反正原来是不是大舞台 对 哎 他就看这地儿 闲在了 嗯 哎 就把这地儿是买下来了 还是怎么着啊 嗯 发着说上千万 就把这戏楼啊 就把这个 楼楼大舞台就装修完了 对 装完以后 这火 天天的爆满 没错 得定票 嗯 不是说你到这儿来就有票 那时候 那时候就这个这个 这个买卖相当红火 嗯 过去就来说 什么呢 这个钓个鱼什么的 没错 要是什么泡过脚 那太俗了 嗯 后来紧接着有着游乐文大舞台 尤其北京的 就这一家 对 他还不像那德云社 挺像似的 啊 那个 那个点 点 点 做 嗯 他这叫这么一家 嗯 所以呢 相当火爆 紧接着这个 一个是这些票啊 反正 不好卖了 哎 再一个就这这两年啊 这疫情 是 后来呢 前一阵就有人说 刘小芬啊 也是网上曝光了 对 他来了一个几辆大拖盘车啊 大拖盘车啊 而且我也亲眼看见就在这停着啊 晚上把这大拖盘车啊 都装满了 看这意思要撤火啊 哦 你知道吧啊 也许也许是撤不撤的 反正就 舆论就出来了 嗯 说刘老根可能要不干了 要要倒闭了啊 可是到现在来说呢 这个这个这个牌匾还在戳着 对 这个 你看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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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售票处也开着 你看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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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告牌子 电子广告牌 也打着啊 而且那老根山庄呢 也开着 也开着 也没 就是演出 目前说 因为疫情 也是他们这里服务员说的啊 啊 这一阵 没有演出 等疫情过了 也许恢复 也许也许恢复 那不一定了 对对 所以那就不应该怎么着了 那时候我也说过 本山现在已经不是叫本山传媒了 叫什么什么坠 什么什么 让一个沈阳 辽宁 沈阳什么 什么股东给买走了 对对对 他就算可以说 短三算二股东了都 哦 你知道吗 啊 现在就目前他这个 阵势就这么个样 哎 咱拭目以待吧 等到疫情好了以后 啊 你看看他 这个摆卖 是不是是开 是观 我想象啊 开啊 我估计着 也没什么人看了 就说这二人传这东西 唱了几年以后啊 也差不离了 是不是 过去咱一听二人传这调 也挺新鲜的 也爱听 听什么都有烦的时候 没错 是不是 怎么晚上花这么重金 就来那么一场 下三路的 这这这这这这唱 二人传啊 没有唱这这什么的 对 你不掺点荤的 嗯 两人调侃 有一次那个 本山那徒弟 那个柱子和那和他媳妇唱 在中央电视台 嗯 就唱啊 咱俩对了对 有点昏段子了 嗯 让这邹震江 那天他是主持啊 哦 就是学这个 善天方这个 哦 忽冷忽热 爱感冒 哦 那天正好那节目 那三节目 是他主持 哦 就是那个二柱子 我不知道叫什么 叫王小飞啊 叫什么呀 他们俩在台上 就昏段子来了 嗯 而且这一台是正台的中央电视台演出 让周德江 嗯 给他们劝去了 哦 这个我替退这个玩意 就要在那电视看的 不允许 我哎 他给劝 劝了以后 你也怎么知道 那时候本山正红啊 嗯 劝了以后 德江还没得好 哦 德江就让 就 就让本山 不叫说本山 人卖棒啊 哦 就给 就给德江给打去了 哦 你看现在周德江 周德江和这个 南城 他们俩也演小品啊 对对对 就是巨物 巨物的那个小品 他们俩也成系列 那个南城老穿一个 我那马甲 啊 过去来说叫导演背心啊 对 哎 你看现在南城还有吗 因为那台 他没给本山面 你不说给这俩哄下去了 嗯 那是本山在底还坐着呢 哦 好家伙 你说那时候 接着说赵本山 那时候 要 多说了也不合适 哎 影响率很大 那时候影响率相当大 真是 本山通天啊 嗯 要不说人家有 飞机呢 哈哈哈哈 本山号 嗯 好家 真是 行了 说他人呀都有 有洪击一时的时候 是 也有到了这个低潮的时候 对 是不是啊 应该怎么着 人本人现在 就说不干这个了 人也属于平安落定 安全下桌 真是 是不是啊 非常好啊 对对 啊 好 谢谢马哥 瞎聊了 嗯 最贵的980 980 嗯 最贵980 你要380 480 580 680 对 700 780 800 按颜色 按颜色 是吧 有座位 啊 那380基本上就是嘎吶了 嘎吶 嗯 你看他不是那个位置 他这里有标注的 对对对 是吧 所以现在咱说 是钱毛了 不值钱了 可是这些东西来说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 也是什么 也是钱啊 也是钱 你别跟他上医院 上医院说 打这一针 说上千 没钱也得借 也得打 对 这个他就得了吧 拜拜吧 没错 是不是啊 我听不听的 五走位 尤其这二人传这东西 嗯 谁唱不也那味儿吗 真是 他就是一个名 哎 是不是 对 都爱听这名人唱 都爱听小沈阳唱 没错 小沈阳后来也不怎么唱二人传了 不唱了 就唱歌了 哈哈 参加一些活动了 参加文艺活动 没错 挣钱 名声出来了 拍电影 对 行了 行 这两年这个文艺圈 这娱乐口啊 消敬多了 真是 消敬多了 让你们歇一下吧 您看这就是天堂马哥说 刘老根大舞台 您对刘老根大舞台 怎么看呢 是希望他继续开业 还是希望他停业不开门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您对上述所说有什么感受 欢迎留言评论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